蛇情手门员 好的,来咯 欢迎回到蛇情手门员 我是石膏 大家好,我是小滴 大家好,我是阿强 我以为他刚刚那个O就是已经自我介绍完 真的屌 好的,今天是10月30号 这个是距离被击溃过的6天 我本来10月23,就你们有say一些梗 那天结束我大概想了20个可以吐槽的点 我那天走回家一直微笑 我想说我在节目上讲应该很好笑 但10月24又被你们搞一出之后 我整个空白了 我完全忘记我前一天想了什么 真的假的 我就整个人好像被重开机了 就是甚至也不敢再回想到底我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这一集就交给两位了 20个吐槽,难以想象耶 怎么说能理解 因为我就是在远处看嘛 我很明显的就是看到他 就是看着 我就看你们怎么搞的那个脸 然后我感到很不满 但我也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把这出系列完 他在观察这一切 那一次真的很明显 但也不是说吐槽啦 我是说就是我觉得很用心 就是那个用心还是让你会觉得会心一笑 但是就觉得 哇就是你们演还演到这么到位 这件事情 让我其实超惊艳的 那一段就有点像我其实蛮享受那个过程 结尾我也蛮享受的 因为事后大家也一直在笑阿强嘛 啊流血啊 吵 对所以那天回去其实心里就觉得 就很多好笑的梗 然后到时候节目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就仅止于那个晚上 所以后来我现在经历了六天的失眠 我现在眼睛有睁眼快长出来了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明天要怎么面对这一切 所以你这六天都睡得不太好是这样吗 根本就是睡不着啊 就我每天 因为你平常就已经睡不好了啊 那这个六天是怎么样的 就我先说我平均睡觉的时间大概就是五六点 因为我最后看手机都是五点多 我心里憔悴 就是 然后就是很紧张 就是我想到那一天 就是你们二整我的那个片段 然后我又回去看影片 然后看到一半我手又开始发抖 然后我又赶快再放回去 就是干 哇欸洗衫温暖 心里负担太大了 在秋啊 二三号很秋嘛 真的 两个字好爽啊 二四号被击倒了 好爽 哇欸精力就是这整整六天欸 重点是这东西还没有结束 我还要我今天应该是最难熬的 对今天超难熬的 绝对超难熬的 可是不会啊我觉得你已经有准备了很多了 是吗 对啊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没错 诶我跟你说这一次准备生日 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早准备的 哦 哇 算早吗 算早欸 那你讲讲看是几号 你几号敲我的 我来找一下啊 给大家看看什么叫早 我觉得很早 因为你们不是都前三天吗 相对的算早啦 相对的算早 因为我真的是 我记得我那时候一讲完 然后小迪就真的要开始搞 但我觉得跟大家早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十月三号星期二 我说 话说时稿的生日又即将立临了 倒数二十天 然后倒数二十一天 我跟你讲 这就是整趟我在这件事做的事 就是我提醒小迪说 生日快到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一个在旁边那边 鼓励小迪支持小迪 这一整件事全部都是小迪准备的 你是PM啦 没有没有 小迪自己是自己的PM 我就是程序员鼓励员 我是负责在旁边鼓励的 负责一起讨论的 超棒 所以我们来让小迪讲 因为这整件事真的都是小迪 整个人打造整件事 小迪的脉络是什么 因为 我真的被击垮了 其实因为阿强敲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意识到 十月又到了 就是时稿的生日 然后他一敲我就知道 我们怎么要讨论生日的计划了 那我脑中已经大概有浮现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点感人温情的 就是说一定会有二整的部分 但我觉得有时候是真的送一个还不错的礼物 不管那是什么 然后给你感觉那个受信也会觉得很开心 这样 所以一开始方向是这样 那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决定好 大概送什么东西给你 可是这东西需要天时地义人和 对我们等一下再聊 反正就已经有确定一个温情的礼物了 对 然后就是聊着聊着 然后最近就是那个 我会划脸书嘛 然后划一划翻 日本有一个商品很夯 我就问阿强说我可以买这个吗 对 然后他说好啊这个感觉很赞 这个可以先讲 因为我们是十月初开始讨论嘛 然后那篇文章可能也是 大概九月底十月初才出的 他说近几个月在日本 就是有一个非常轰动的男性内裤 被大家抢购一空 就说华哥的男性蕾丝内裤 然后我就说这什么东西 就是男的穿那个蕾丝 然后看起来超妖娇的 然后大家都说什么 因为日本品质就一定很好嘛 对 然后又说什么男生穿了蕾丝内裤以后 一定回不去了 对 然后就是整个超赞的 就想看这个李旺还不错 没错 然后小迪就贴那个新闻连结给我嘛 然后他就说 这个好适合时高哦 我就说你买 然后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很难搞到 就是你还必须要去找虾皮代购 跟一大堆有的没的 但是小迪搞到了 因为他一定要代购 因为台湾完全没有卖 对 就是台湾有卖类似的 也是可能男性内裤 可是就不是华哥 然后跟大家抢爆那一款 然后所以就需要代购 对 然后我还就是敲各种代购 然后问他说 什么时候会到货 因为代购都要30天 然后终于找到有一家说 没问题我帮你搞定 就应该来得及 对 我说就是朋友生日要当礼物的 对 但一直到 帅 这个礼物压线才到 他到你10月24的中午才到 哦 所以去跟那个人面交 对 对 但算是来得及啦 对 第一个小迪真的是帅到爆 然后反正想说 已经有个温情的礼物了 而且有个实体的礼物了 然后就 我们就先这样了 就是过程中一直有在讨论这两件事情 可是就觉得好像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对 就想说好像要搞你一下 然后我想一下我讲什么 没有 因为那个故事的起源就是 小迪不是很热爱沈玉玲吗 所以就是他好像也常常会被 分手擂台 跟有的没的以前的 舊的综艺节目打到 所以他刚好就是那时候就是被 小猪跟欧帝在吵架的一个片段 就是被打到 反正他们两个就是主持主持 然后就开始互打 然后所以就是小迪就丢这个说 还是我们找人来打他 哦 对啊对啊 我看到了就是 就是我们本来我们那个温情礼物可遇不可求 那需要有对方也要同意跟答应 巧好时间 对 所以就想说温情不一定 然后有内裤了 但万一温情的搞不定 那感觉还有一个梗啊 没错 而且要搞他的 然后怎么办 我们找灵眼打他 然后就开始查查查 然后就找到以前那个 就是神韵里很多很夸张的节目啊 什么整人红不让什么的 然后又看到那个欧帝跟小猪打在一起 然后好像打得还不错 就想说 诶干如果可以打他好像不错 没错 而且我跟你讲其实这个剧本 有很多不同的辩情 你知道最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想要先就是打小迪 可能是因为小叔欠钱不还啊 所以就是找小迪找上门 然后所以打他 然后可能再去fuck你 还是什么的 就是是有很多不同的剧情变换了 但你知道为什么后来决定是那个剧情吗 所以我们觉得只要是 不是立刻让你脑袋空白 或者是只要是他们两个先互打 你就会在旁边观察 你就会看穿这是一场剧 所以其实我们想要把你杀个措手不及 就是第一个就是先直接攻击你 哦 没错 我们有这个剧情顾问 这个 Biu 对 Biu幫我顺了一大堆 你这样不行 那不合逻辑啊 这个他一定会知道 你说我们还有彩排吗 我们约了有个礼拜五 你不是消失去找阿姨 对 然后我们好像下午6点左右 去公园附近彩排 没错 零言有道 然后我们走了一次这样 我们认真在路边 大概花了30至40分钟 在那边打架 然后一直在那边顺 就说这件事不合逻辑 就是不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有空档 让死搞在那边想说他自己会不会被fuck 所以我们不可以 而且因为小迪很坚持 他里面有一个桥段 就是一定要拿冰淇淋捅你 对 他非常坚持 因为我跟你讲 冰淇淋其实帮我们很多事他都说绝对不合逻辑 还是怎么样 可是因为我们就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不是冰淇淋很重要 冰淇淋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说如果有人进来突然跟你吵架 那你一定会想说傻眼 我又不认识你 我也没做这些事 那就这样嘛 对 那个爆点阿 然后本来说要打我或打你 好像都不合逻辑 好像因为太过分了 但他后来想说 那冰淇淋好了 就要拿冰淇淋捅你这样 这其实很有逻辑很有脉络 因为一捅了你就会想说 就算是假的 你拿冰淇淋捅我 我也会有点 想这么干三雄 其实你这预测完全对耶 对阿 对吧 没错 所以我们就演练 然后剧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石稿的行程 就是下午会到一个咖啡厅 所以就知道石稿会在咖啡厅的某处 对 那我们这个男演员呢 他就是一个加酒代表 他就会走进来 然后问店员说 欸 你们看到石稿 我要找他啦 然后还秀照片给店员看 然后从这边就开始演戏了 对 我们已经跟店员套好了 然后店员就会进来 就是问石稿说 欸 好像有人找你 对 那此时石稿应该会想说 欸 奇怪 是我亲戚吗 还是我朋友 你就会走出去 但你一走出去 他就开始不分清活照白的兄弟 他就说 欸 你跟我妹借钱 借三十万还不还啊 然后妹妹会躲在后面偷拍 啊 哥哥就是他啦 什么 然后为求真实 我们还 阿翔还做了一个P图 你会不会讲一下 我跟你讲 那就为求真实 是因为我必须要把你设定 就是你们是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所以我还在交友软体 帮你创了一个账号 然后我还去我们的IG 找了各种就是 可能是你的照片 就是是你的单独的 就是你的照片 然后很像是你自己本人 但又是可能 别人到你图去做的一个账号 然后我还就是可能 自我介绍说 哦 进一个小小的Podcast 谈谈音乐 这么细节 这么靠腰的一个 谈讨人业的角色 所以我就是 而且你知道重点是我还跟小乔搭配 因为小乔拿了女生的照片 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互相配对 就是想要创造出一个 就是我们有配对到 然后聊天的过程 然后他拿着那个截图 然后说是你骗他钱 因为我觉得你在你的脑海中 你就是很有可能会想说 有人可能会到你的身份 然后去做某些 不可告人的事 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这件事是合理的 对 说得过去说得过去 这件事很合理 被盗图很合理 因为他蛮常被盗图的 他以前的照片 就是公司都会拿去用 你知道当一些形象照 因为是帅哥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合理 就是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就是很合理 对 还算合理 因为不合理就是因为 发生在10月23号嘛 对 前后难免会觉得有点 诶 怎么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对 所以那个男人也有秀照片 那就很真实了 反正后来剧情 那男人后来还自己加戏 因为我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靠他太近 因为靠太近有时候 难免就是会插枪走火 我说你要跟他保持至少 一百多公分 就是不要太近啦 不要一个人的距离 可以挥拳打到的 但没想到他那天步步逼近啦 因为思考躲在后面不敢出来 他就露一个头而已 所以那男的就觉得 他要再压前面一点 对 然后就开始凶你一波嘛 然后凶着凶着 他还拍你帽子 怎样 按住啊 按住啊 然后你帽子就掉了 然后后来就是 我们有几个暗号嘛 反正凶一波以后 下一步就是拿冰淇淋捅你 那他也捅了 一根冰淇淋直接插在你的衣服上面 对 然后插完以后呢 这时候我就要出来说 诶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然后我会去推他 他就把我压制住 对 然后我就被他压住 然后你们就打起来这样子 对 打起来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把我的 那个血浆压爆 对 然后压爆以后 我就会拿出我的致死 跟你说 诶 生日快乐 诶 剧情都到这里 没有 还有我的剧情啊 好 这是你坚持的 对对对 最重要的 你坚持的 操你吗 好 发现他把我压制住以后 我就会把血浆压爆 然后噴出很多血浆 然后这时候 诶 最关键的 最后一怕 我就要冲出来 然后出来看说 小弟还好吗 小弟你流血了 流血啦 不要再打啦 对对对 关键 对 我看了很多 整人红不让 就这句蛮可怕的 所以他负责就是把这个 整个可怕情境带出来 他就是说 只要我讲完这句话 就可以结束 然后我们就要跟你唱 生日快乐歌 所以我一定得讲 我一定要讲 这是我的使命 我看那个欧帝跟小猪 打在一起 然后大家会想说 诶 是怎么牛在一起 然后到底真的假的 但这时候乃哥会在旁边说 诶 不要打 诶 流血了 流血了 你就想 哈 真的流血了吗 就到这了 差不多这样 诶 很不错诶 因为你刚讲的其实很细节 然后很细心 很多桥段 然后很多脉络 但其实因为我刚刚 有些脉络其实我甚至没有注意到 但是就连这样 我都觉得那天很用心了 所以刚听了 我又觉得更用心了 每个细节都顾得很到位 你住嘴 我说你有眼神 这样眼神看着我们 我那天看着你 我那天看着你 看着这一切 我跟你讲 从事情开始 就是不对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死都不从 那个门出去 我们怎么撩都没有撩到 你只有一颗头 就是你死都不出去 因为我们本来还想说 你可能会就是走到 就是在外面一点点 可是你是卡在 你是卡在 你连就是想要让他 看见你全身都不行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后面 然后我就看着一切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我这种时候 我是不是好像也不应该 在那边狭晃 因为其实这种很 针锋相对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是 那个会在那里晃的人 我会就是守本分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在后面看 所以我就在后面 就是清楚的看着你的眼神 然后就看着小迪在那边 飘来飘去 然后你在那边看着这一切 然后心想说 我就看你们去继绕啊 然后唯一你有一点想说 干三小的时候 是男生把就是冰淇淋捅在你身上 你有点想说 干这个屌哦 这个不错哦 这个不错哦 对不对 给导演一个respect 我觉得统冰淇淋很不错 就感觉有突破的感觉 就是会有一种 诶 就是就算是演的 就是他是很到位的一部 也不是只有在凶我而已 就是凶又能怎样呢 对对对对 就是纯粹也有动手那种感觉更爽 就是会有种 哦 要换我的视角了 你来说吧 你说吧 我感觉那一天 因为其实 不管那两天发生什么多扯的事 其实我都会静静的看着他 就有人如果真的一来 他就狂揍我 我可能就还是会就让他走 你本来就有预期说 这几天一定会发生事情 真的哦 对 我觉得换作是你们一定也会 就比如说小弟 4月4号 然后突然间被一台乡行车掳走 我觉得他不会叫任何一声 他就说啊干嘛 干嘛 如果10月17号 你突然被掳走 你会怕吗 我觉得 可能要振负一个月吧 我不知道啦 那8月17号你被掳走 你会怕 我可能会叫 是怕定了 不要 是怕定了 我真的很可怕 对啦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前提下 就是你一定演戏这一块 就是不管你们怎么演 或你们两个吵架 或你们两个怎么搞 我觉得可能我都会在旁边看一下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因为 这个戏剧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就是当好我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反应 就是 你才没有当好你的角色 我有啦 那你从一开始你的反应好 就是说突然那个店员来叫你 那你那时候在想什么 然后跟走出去以后 因为店员来叫我 我就知道要开始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店员跟我说 诶实稿实稿 你朋友来找你 我没有朋友 所以我才会一路一直说 我没有朋友啊 我没有朋友 然后反正我就走出去 他真的有病啊 你去说 然后因为走出去 我就想说 那应该感觉 有可能我推开来 应该会看到 要么就是你们的惊喜 或者是就是什么了 对 然后结果是一个人 站在吧台 然后就在那边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 一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然后就看到他一直 可能很凶很凶 一直在对人间言讲话 然后转过来就说 诶你是这个人吗 什么什么的 然后接下来关键就来了 你们找到那灵眼有点眼熟 所以我第二个就在想说 干这个人我好像看过 但我一直想不起来他在哪里 我以为他是小迪的朋友 因为我就觉得我看过他 然后因为又在今天出现嘛 所以我就想说 那可能是小迪朋友来 可能要干嘛 然后他就开始演他的剧情了 然后我其实也甚至不知道 后面那女生在干嘛 我现在还知道他设定是干妹妹 之类的 对 反正就是照他刚刚说的 他们就开始讲 就说你是这个人 然后开始叫我软体 我就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 不然我就想说 对我想说这可能是 接下来会有什么梗 然后他就说你欠30万 我欠30万 对 就是因为你要跟着剧情走 我也不能极力否认 follow剧情 对因为我不知道 我会一时间不知道你要用什么角色 先配合 对先配合 你说我30万就30万吧 我其实那一瞬间 我其实有担心了一下 因为我很怕 电源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其实眼光有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看电源 因为电源其实演得很好 那两位电源就是 他们演得很害怕 然后所以我一度害怕 他们不知道你们在整我 然后因为有一个电源说 怎么样我要报警了 然后他就开始很紧张很紧张 我心里想说 干小迪你要不要叫他不要报警 干 我很怕电源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然后下一秒 就大概就是冰淇淋就捅过来了 然后冰淇淋捅过来 干我就觉得 屌了屌了 投在我衣服上面 对没有在管 就是有实质上的伤害了 对所以那一幕我心里会觉得 干屌 很不错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一幕很 就是我觉得很不错 很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动手 对然后因为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啦 就是说 因为可能我站的那个角度就不太对 所以我眼睛余光 会看到阿强跟你在后面 喜喜叔叔 喜喜叔叔 然后小迪好像在偷笑 然后在那边躲到后面 小迪状况很奇怪 然后小迪就会先冲到后面 感觉小迪应该有一些戏 所以小迪又会冲来前面 然后小迪就会在那边说 嘿不要打 怎么了看错了啦看错了啦 应该是看错 然后他又冲到后面 所以小迪来回几次 我就想说 也蛮可爱的 对然后因为下一秒突然间捅完冰淇淋之后 他们就打在一起了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 我其实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反应 我就 我就手还拿着冰淇淋 对然后这时候就看到小迪口吐鲜血 然后手上有一颗牙齿 然后我看到牙齿我就笑出来了 因为那颗牙齿超白 那颗牙齿白到我就是当下直接就 就笑出来了 对 对 那个牙齿是我的致死 然后因为我致死应该是半年九个月前拔的 然后拔完以后我就放在双氧水里面泡 我至今没有把它拿出来过 就是到你23号这一天我就把它拿出来 所以他白到一个夸张 白到超不合理 超白 然后因为白到很靠腰你就会想要笑出来 对但是就是那个血浆我也觉得干 血浆也很靠腰 就是他们那个扭打的姿势 竟然流这么多血 那个扭打我回来看影片replay 我根本没有跟他打 我去推他他就把我压在那个椅子上 然后我就不会动了 我好像很享受 对 然后你流了超多血 我动都不会动欸 那个鞋带感觉是被手榴弹打到的 那种血量 血浆血浆 我那个血是电影集的血 就是欸 那个血超可怕的 那个血超浓 然后就是很棒 对 那个很真欸 然后就看到血 反正我都笑出来了嘛 所以大家就是也笑出来 然后就开始唱生日快乐歌 几个经验的点啦 我觉得捅冰淇淋很优秀 当然一定要的 对 然后第二个经验的点就是 我觉得还搞血浆这件事情很优秀 讲一下血浆怎么做的好了 血浆是服帽 不对 穿配琵琶膏 然后加色素 超像的 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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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的地方他们也演得超好 因为其实最一开始那个人进来的时候 就是我甚至根本不在那个场域上面 对 然后那个店员就已经开始 蛤怎么这样 蛤就是他们就开始 就演得非常好 就已经开始action了 对 我觉得不得不说男演员也演得很好 非常好 他讲台语他台语超溜的 我们要给他一点credit 那个是小乔的朋友 对对对 然后女生也是小乔的朋友 很棒很棒很棒 谢谢 真的超棒的 没错 你不知道要吐槽他流血了 讲到这边 我可以一直重复放那一段给大家听 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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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干 但我觉得那一段其实就是已经不影响剧情了啦 你有没有喊 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喊不好 才造成什么损失 就是其实因为那天发生什么事 我基本上都一定 对啦可以理解 理解啊 只是你很努力喊那一句 我就觉得蛮屌的 OK啦 我觉得小迪是最棒的 我觉得很屌 真的很屌 就是整件事真的 纵使是这样子我还是觉得很屌 没错 因为我跟阿强不是就是演的比较烂吗 因为我讲一下我的部分好了 因为那男的来了以后 因为我们本来在外面有架摄影机 秉玉还问我说 你等一下把石膏引到最前面的那个第二桌左右 我说绝对不可能 他不可能走到那边的 所以我说你顶多到四五桌就差不多了 他们就说好吧 那我们再瞧一下摄影机的位置 结果真的真实上场以后 根本不到四五桌 因为你躲在门后面 而且因为那个演员 男演员又压得很过来 然后我想哇一切太真实了吧 而且他超凶的 因为他在捅冰箱以前还把你帽子拍掉 然后我本来这时候就要去劝架了 但因为我笑到不行 我已经笑到我快发出声了 所以我就一直回头看阿强 所以我才会一直来来续续 因为当我一走到前面我就笑出来了 所以我又往后走 然后又走到前面 因为他把照片给你看嘛 我说这是你吗 然后我就一直笑 影片应该都有拍到 我笑到不行 等一下 那我好奇 你们在公园排练有排练这段吗 还是你们只有武打戏而已 有阿 没整个整段都有排练 但你怎么会笑成这样 我真的没想到真的这么好笑 因为就想说 因为那个男的超凶的 他就是在演戏 就是很真 然后思考是一脸惊慌 不管他知不知道 但他那个脸就有一种 哦干 什么发生不适合 我现在是怎样 原来你那时候也有演 我没有演 我就只能这样子阿 当我一直觉得很荒谬 我就说我要搞他 我就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阿 而且一直说他欠30万 然后等一下冰淇淋又捅过来了 对对对 而且因为本来有个设定是说 因为他离你远一点嘛 对 然后他冰淇淋不要用捅的 他要用丢的 他把冰淇淋抓起来 然后扎在你身上 对我想说这样是最安全的 而且中间本来 他们其实蛮早就到了 可是那时候好像 可能阿强跟思考各自在弄 可能在弄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到了 因为冰淇淋已经买好了 他说诶融化了怎么办 再去买一支 对 那都把它吃掉啦 冰淇淋只有阿强把它吃掉 其实很不错啦 因为我后来回去有在想 如果就是要让我重新来一次 怎么样我会真的操心 但好像 因为就是10月23日 就是那天 就没办法 所以你那天就只能 就是你就是 就是把它演完就对了 一定要动点什么 就像冰淇淋那种 还是5月24把你掳走 那10月再放我回来这样 你应该会怕齁 那样你就会怕 要先跟我妈说一声 这个真的会怕 其实我们本来有一个想象也是说 要把你掳走 但就我那时候反对了 就觉得掳走好像没什么 就是想要看你被打 我跟你讲 就是一开始我是乱发想 然后他们都说好 阿强说好 然后说小乔朋友有认识 所以小乔后来加入 然后大家都很兴致热烈 但就是越越 时间越到 跟越具象化的时候 我觉得 会不会有点不对劲 真的要打他吗 这样好吗 他会不会吓到还怎么样 然后大家说没事 不要想太多 打就对了 没错 我就想看你被打 想太多好像就不太敢了 然后小乔说没事 那不要想太多 而且我们都还一直想说 你会不会回击还是什么 就一直有在担心 妈这是白担心了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回击 那天除非我被打到 我看到牙齿掉下来 我可能才会想说 要卡了吧 太多了吧 不然我觉得 我会认你们用到底 应该是这样 然后那天还有先跟老师瞧好 因为你们24要吃饭 然后就想说你吃饭那天 应该会穿得比较正式一点 所以那我们就改到23 因为23同你可能比较好 然后还要确保说那天你的上衣是可以被捅的 对对对对 可是怎么确保 因为我那天刚好就穿色情首门员 就所以完美啊 就是真的可以被捅 所以如果我穿 但如果我真的穿一个 你穿个人衣服的话 我们会叫你换衣服啊 阿翔就会说 我们可能要拍一个什么什么照片 不知道啊 我没想 我没想那么多 确保就是尽量不要是那个 例如说你自己珍贵的衣服啊 什么什么 那的确是啊 我们那天就隐恨的就是这样结束了 OK啦 不会隐恨啦 我觉得很不错 前后他一定是知道的 因为我回家就会一直微笑啊 我一直觉得 很不错很不错 如果是我 我就不会想要做这种演戏的 因为我会觉得他都一定会知道 所以我会不敢演 但是你们还是把它演出来了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都有一丝希望觉得 会觉得是真的耶 我一直有一丝希望 就觉得以你这种 就是被害妄想症的个性感觉 说不定会相信是真的 其实是耶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情境 就是你刚刚其实讲到很多关系 就是什么被盗图啊 然后或者是 对我觉得很多细节 如果再铺陈长一点 我懂了 就是可能 再更长 然后更精致 然后可能从 也许 对啊我不知道 5月24号 明年就要从5月24号开始准备 的确有些细节 要让他陷进去 我们要调长线 因为他是看到细节 会陷进去而已 对 不是啊 他根本就是每次我们想要 下他的地方不下 没有想要下他的地方 下钥匙 所以就没差了 对啊我们的温情小礼物给他 对他来说是崩溃 你说什么温情小礼物 温情小礼物就等等 就是24号的啊 但我也不意外 你的确是该崩溃 我觉得崩溃是正常的 是吗 可是你们有预期我真的会崩成这样吗 我其实就是 因为我一直都 就比较没同理心 或者就不会怎么样 所以其实我都会想要把话 就是状态想到最极限 就是想要把你整个吓死 弄死 搞死 但是小礼最后都会设身处地 帮你想一下 所以他都会觉得说 哦还是想要给你一个完美的 就是表现机外什么 所以他都会把这件事 就是弄回来 所以他会希望你是表现好的 来面对这件事 那这边就继续讲 好啦就可以继续讲 你们的24号搞了什么 好反正就是有找了一个嘉宾 然后是一个史稿当之为神 跟反正非常偶像级的人物 我想要找他来就是录音 对那因为要找他的话 其实就需要瞧他档期嘛 那也不确定他会回信啊 那聊的内容等等 就是太多不可欲期了 对因为对我们来讲 其实他就是神的等级 对他非常平民 可是就我觉得离我们也蛮远的 就是一个偶像前辈般的存在 就是旺福的小鸣 哇 可以讲出来了 史稿我多喜欢 那你稍微讲一下 你有多喜欢他 对啊 你这个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已经无法 已经太久了 我讲不出来 你说说看 你什么都 对啊 就是一个影响我非常深的音乐人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大学开始才 接触到旺福的歌 然后开始听 然后开始发现 喔原来这吉他手这么棒 然后发现小鸣 然后可能开始就会 想去参加他们的演唱会啊 对 然后还有他们的弹奏风格 跟他们写歌的风格 深深影响着我 喔 真的影响我非常深的音乐人 然后可能很多练的solo 也都是就练他的这样 我们倒是没有想到这么深 对 史稿有一段solo 就是小鸣弹的一段solo 对对对 欸你的爱很内敛欸 就是我懂他是你很爱他 但哇 这是很深很深 就是冰山一角欸 就你平常露出来的那个状态 对啊 因为平常你不会表现出 你很追星什么的 但就是 他就是你的星星 应该已经是影响你深的人 你会知道你很多东西 弹奏的风格 或是你很多向往的东西 其实是被他影响着的 对 因为史稿 其实几乎是每年那个 旺盛节都有去参加 对 而且不止旺盛节 只要有演唱会我都会去 哇 真的是 就是 偶像跟神的存在 真的 我记得还有一次我问他说 欸你觉得就是弹吉他谁 谁比较厉害 我就比了几个线上艺人 就都非常知名喔 超强喔 神等级的 然后毫不犹豫又选了小鸣 他说欸小鸣是神啊 小鸣是神啊 你去看很多专访 就很多吉他手采访小鸣都会说 小鸣是他觉得 心目中最强的吉他手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也看过他一些表演 然后我在下面看到留言啊 然后留言都会说 欸某某团某某团 也是一些知名的团 他说欸因为他也是弹吉他玩乐团的 然后说欸他们都觉得小鸣是最厉害的 对对就是每一个人 都是用这样子来看他的 因为他好像讲到一个重点 他说欸没有人可以 边跳舞跳成这样 还可以弹吉他弹什么想法 他说没有人做到 哇欸这个角度对耶 因为大部分人弹吉他都站在原地嘛 顶多抖一抖这样 对对对对 我裤子会穿这么短一部分 也是被他影响到 就会觉得因为我看到他 欸原来男生裤子可以穿这么短喔 你会发现小鸣的就是说夏天的表演 他裤子都超短的 而且你这么一讲 其实石膏写的歌词 我觉得都有小鸣的一些影子欸 就是有一种诙谐感 对诙谐然后生活 然后对啊 因为像是欧洲跟卢洲 光这首歌就很体现着 你在欧洲我在卢洲 你的风格欸 对对对对 就一些谐音梗 或是一些很生活的东西 我心中最好的那个光谱的一个极致 就是最幽默最风趣 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就觉得欸 因为还是对我们来讲有点遥不可及 那想说欸 那遥不可及怎么办 总要踏出第一步嘛 那第一步是什么 先找到他那个信箱 哪里去寄信给他 对就上网爬一爬 其实蛮好找到的 因为他们也是就是公开的表演团体 所以一定都有一些联络的方式 对但是很难预期说 到底他会回啊或什么 因为过去没有这种经验 对那找到信箱以后 就开始需要打一段文章了 就打了动之以情 说之以灵 各种就是 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真实的想法打出来 然后跟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 我跟阿强也互相看了两三次 然后就觉得 欸这个版本应该ok了 我就是基本上小滴大什么 我都说干太棒了 真的很棒 那你要分享一下 没有什么好修改 就真的好棒 到时候可以分享 但我打太多了 大概可能有两千字吧 第一个前面先介绍 就要先讲你的目的嘛 就想邀请小明老师来上节目 然后我觉得 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 你到底是谁嘛 何方神圣 因为我不是用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账号的email去记的 怕被你发现 因为你每次都第一个时候看我们戏 所以我用私人的 那他一定要讲更多你的介绍 有什么 我还把我的email改成本名 对讲说这样比较礼貌一点 就是中文姓名全名 对对对 然后讲完以后 我就讲了一下我们 就是对他的喜爱啊 然后跟老师上节目可以聊什么 对因为我们节目 虽然叫色情守门员 有人乍听就觉得 色情是那种东西吗 但其实我们就是聊一些 青涩的友情爱情亲情 然后人生梦想的追逐生活 这些东西嘛 对很拼命的东西 对那我觉得其实就很像 旺福跟小明 就是我觉得他的一些理念是很棒 来分享给大家 就讲到这边 我就还有一段是讲说 有一次你谈一个solo 然后我们还有tag老师 然后老师还真的有在IG回你留言 你记得吗 我记得 就我有把那个影片就说 其实我们过去有一个 曾经有小小互动在IG上 对对对对 然后就让他想起说 原来过去还有这个互动 而且你对我的喜爱是真实的 真的有谈 然后最后就会讲说 我们访谈可能会聊什么什么 让他觉得 其实真的是蛮轻松的 跟轻松又可以得到一些什么 分享给大家 大概是这样啦 然后对方的经纪人是来回我 叫Rick 然后也非常友善 他马上就觉得没问题 那就是过程中就来回了几次 缺人家时间啊 访谈内容啊 没错 对啊 而且这边有一个小迪帮你想的很周到 就是其实我们本来是 比如说已经确定敲好档期 然后中间是一个可能访刚 或讨论电话讨论的阶段 然后让你直接可能触碰到小明 或直接看到小明 类似这样 但是小迪都想到说 还是不要这样好了 就是必须 我们必须要在 你真的碰到他的之前 就是得到仿刚之前 就是让你知道这件事 你才可以好好的准备仿刚啊 你才可以好好的知道这一切 不然我会直接变观众 对 然后如果你直接撒住了 我们两个就完蛋了 对 因为本来当初 就是我们本来就很想 想邀请小明老师上节目是一个 然后又刚好一百集了 你可能要做音乐 如果在事前有跟小明老师聊到 我觉得会完全很不一样 对 然后又加上 因为本来想说是一个惊喜 那惊喜通常是在生日当天嘛 但想说如果生日当天 然后你突然看到小明老师 诶 干 我要聊什么 你又感觉会挫散 就是因为既然你这么喜欢他 感觉要让你好好准备 而不是说为了要给你惊喜而这样 我刚才如果没有小迪 如果只是我 我就会让你在就是那一天 就是完全没有准备直接相遇 其实也是不错 但就是你们得不到任何东西了 而且还有一个点 是因为如果你当机 我们两个就挫散了 对 这边可能要剪掉 对 就是 你懂啊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要防什么 我们两个会防得乱七八糟的 可是你知道我还曾经相信 我们两个真的可以 我还跟小迪说 我们两个要多准备一点 我觉得可能可以 可是就是 我觉得深度一定不会比他足啊 因为他是如此的 这么的热爱他 是真的 和小明老师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角度 可是绝对是不一样 没错 所以就是选择了10月24号 那天告诉你这个消息 好 那我们就想说 因为一定要事前让他知道嘛 但好像又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是说 是小明老师要上节目 对 就想了一下 那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啦 就想说 让他有一种 因为惊喜通常是有一种 好像很生活很日常 然后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这样喔 这是惊喜的感觉的由来嘛 对 所以就想说 那我们就 因为我们后来都讨论说 来宾要上节目 我们都要讨论一下 当天的访谈主题啊 然后访纲啊 所以我就去印了一个访纲 然后就说 这是我心理师朋友要上节目 对 因为我从上个礼拜开始扑梗 我心理师朋友 那个礼拜二会来录音 然后是下午喔 然后你们好像也没什么反应 反正就我先讲 10月24号 当天你生日 我就印了访纲 摄影厅架好 就说 你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讨论一下 那访纲分两页 第一页的时候是讲一些 很笼统的问题 例如说 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啊 你的梦想啊 你过去遇到什么困难啊 就一些八股的问题 然后翻到第二页的时候会问说 那当初你做 我当你空气 这首歌的由来是什么啊 然后 乐团过去的表演啊等等 就很明确 就是忘符了 那你讲一下 你看到第二页的感想 我完全看不懂 好棒喔 就是因为 你知道我看着这一切 因为小迪有在就是 递出这个之前 他都有把他那个rundown 就他怎么样 怎么进行这一切 他怎么预估你会怎样的反应 他都有先稍微跟我讲一下 但我 因为你每次就是出乎意料我们之外嘛 就是有些事 你就是不会照着我们的剧本走 可是这次你完全照着我们的剧本走耶 就是 你真的就是边看第一页嘛 然后我就也跟着你一起看仿纲 然后就是念出一些问题 然后就看到第二页 我就看到你开始焦躁了 然后我就在旁边附和说 对啊 诶什么乐团啊 我也在旁边附和 我就想说 干小迪料的完全正确 对 然后干你就开始进入一个 蛤什么 史蒂芬你有表演过 你朋友也玩乐团 对啊 诶我当你空气 不是忘福的歌吗 就是在那边了 但是你完全卡住了耶 你进入一个时空limbo的状态 你完全不知道怎么了 对啊 对啊 那你那时候在想什么 对 这些都是中文 但我看不懂 我开始看不懂了 为什么 那我就先讲我的视角 就是 我记得你可能就是一两周前 有说什么10月30号 突然间讲到录音 然后说什么 要找什么你的心理师朋友 那因为那个朋友 其实我也算认识 我知道他是谁 我那时候就先想说 诶 啊怎么突然间要找他 因为我想说我们应该不会 这么密集的找来宾 然后你们两个就在下面 就把时间敲好了 然后我想说诶 好像已经也决定了 那我好像也不用说什么了 就是 那因为这件事又不了了之了 所以我想说那应该就没有了 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只觉得就是 就是一件 一件单独发生的事 对 然后到那天其实小迪 突然间说诶 我心理师朋友下礼拜又要来 然后拿坊刚来 其实我有吓一跳 我想说 蛤有哦 真的要录哦 然后我就想说诶 其实我还没想好 我们还没讨论好要录什么 所以其实当下 我是有点小吓到的 因为我想说 怎么突然 这么突然 然后他就要来了 而且你们已经敲好了 但是又想说诶 可小迪这个坊干 看起来两页很多 我想说小迪都准备好了 那来吧就来吧 我就看小迪写什么 然后第一页其实 也没有怎么样 就是很正常 我想说就这样看看看看 你怎么会从事这个行业 之类之类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然后第二页我就开始 但是感觉有点不理解 在写什么了 但是我想说你们 好像也没有特别说什么 我就想说 要试着理解这件事 所以我一直看 但我也不知道要反应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到底可能会发生什么 你怎么想都没想到吗 我觉得我的内心可能有 答案 5到6% 就是开始慢慢觉得 干到底要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只是觉得 眼前的事情 我开始无法理解了 我明白了 电脑 AI当机了 我觉得是当机 因为我一直预想的是 他就是史蒂芬妮 要做节目 所以你会很认真的去看仿刚 但是一个仿刚看不懂 你就会想说看第二次 看第三次 看第四次 越看越觉得 越看越看不懂 但是我不懂 就是到底这个东西 可能跟后续会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就开始发问了 什么意思 史蒂芬妮要出道 然后小迪就开始讲到 我让你空气是谁做的 是旺福啊 是旺福小明啊 然后我就说 对啊 所以史蒂芬妮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首歌怎么做 哈哈哈哈 就是我完全 就是当机 没错 对然后下一秒就说 你要问小明啊 下一秒小明要访谈啊 哈哈哈哈 人生观 什么意思啊 他表演学校 什么 我当你空气 我当你空气是什么 这首歌吗 我当你空气是什么 这首歌吗 这是谁 这是谁 一个玩乐的人啊 我当你空气是谁的歌 忘符的歌啊 忘符的歌啊 是忘符的歌啊 是忘符的歌啊 是吗 是忘符的歌啊 所以什么意思 哇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就是要 什么意思 就是要访问这首歌 为什么怎么做的啊 对啊 为什么你史蒂芬妮 会问他这首歌怎么做 史蒂芬妮 哈哈哈哈 史蒂芬妮知道 想知道这首歌怎么做 你要问小明啊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哈小明 小明啊 哈 不是小明做这首歌的吗 对啊 为什么你要写一篇 访小明的 你要准备一下啊 因为你下周二要访谈小明啊 哈 干什么意思 你们找到小明啊 对啊 干我没办法承受 哈哈哈 我没办法 不可能吧 我没办法 我想说 干我没办法承受 它就掉到地上了 我大概那个心里就是从 就可能刚刚五六趴 我想说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突然间 就到一百趴 我就爆掉了 他后来就会躺在地板上 大概可能两三个小时 起不来 我完全无法承受 怎么讲 我没料到你是这个状态 不是吗 你有料到 他会这么夸张吗 我好像没有认真想过 我只是觉得 因为如果是我啦 我见到一个 我这么喜欢的偶像 我一定也会超紧张的 我只有这样想而已 但我没有想到 他会就是 这比预想中还要好 对 这比预想中 效果蛮好的 这效果实在是太好 大家一定要看那个影片 对 就是真的太完美精彩了 效果蛮好的 这整件事 真的出乎我预料之外 我没想到你崩塌成这样 我觉得好棒哦 就是所以我们前一天 那个完全 我完全忘了 我们发生什么事 我前一天也忘了 就是记得这件事 二三已经不重要了 对啊 而且我就想说 他二三一天就觉得 可能大概生日 大概就这样了 应该可能就这样了 那顶多二四 可能会搞我一下 或干嘛不知道 但应该 大概就这样了 就算有也 我也都不觉得怎么样了 对 还没想到 好棒哦 我直接死在那边 真的耶 他就死在那边 然后小迪那时候 就是把那个蕾丝内裤丢给他 对 然后我们所以他就躺在那边 然后身上叠了三件蕾丝内裤 对 然后他就放空 而且他就是还崩溃到 流了可能一滴眼泪 对 我发现我那天比较像那种 咕溜咕溜咕溜 眼泪就慢慢流下来 感觉是前列现役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那个东西里 里面有太多 太多东西了 因为人家喜极而泣 都会突然间 啊 然后就开始哭 看我好像是躺在地上 然后我的眼睛就开始越来越湿 然后眼泪就开始流到旁边去 然后现在就是马眼这样 前列现役 我想知道你那时候 脑中的那些 那个flashback是什么啊 因为这件事情 它对我的强度有点太强 是一个是说 好假设你今天突然间安排 一个我喜欢的偶像跟我吃饭 很惊喜 那是第一层 但第二层是 哇下礼拜你要跟他真的做一个节目 这是一件认真 这甚至是可能 就是比进工作等级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二层的压力 你不只要跟他见面 你才跟他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跟他聊天 然后你们就要做一个节目 做一个单集 所以两天是叠加在一起 我就承受不了了 我稍微可以理解 因为我也很喜欢小明跟旺福 所以我都想说 我看到小明 我可能讲不出话来 我可能不会是平常的我了 那我 到底怎么访谈 我不会 然后我都这样了 那他一定是我的好多倍以上了 对啊 然后又觉得 那其实就是 我们也不能就 真的就是看着他 然后笑两个小时 所以你就会开始想 我真的能消化吗 我真的可以吗 然后一方面又想到 看是小明耶 在一个空间里面 对对对 读出几个小时 而且真的是在对谈聊天 就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你就会 感觉你无法消化 所以那个眼泪 你已经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他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意 对就是一个意 他就是一个意气 一个意气 一直像井水一样 咕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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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流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也说 信用的蛮好的 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 老师算是我们的一个标杆点 怎么讲 就是我们之前要做什么 其实老师都不太会有一些反应 还什么 就是我们要搞他 老师都蛮平淡的 好像什么都吓不倒他 但是就连是忘符小明 老师也说 干竟然是小明 他会疯掉 就连老师都就是这样了 就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对 我有传就是一个片段影片 给老师看 然后老师就非常惊讶 他用文字表达他的惊讶 看起来是真的很惊讶 就连老师都这样看 而且老师直接预测我 我就说 他晚上应该没办法吃了 因为我有事前跟他说 我们礼拜二还会再送他一个东西 然后反正是找一个 他很喜欢的偶像来录节目 然后我说 你要事前知道吗 还是说当天晚上 因为老师会跟思考吃饭 还是思考再跟你讲 他说 哦 没关系啊 就是你们就先过 然后我当天再知道就好了 就是很平淡的语系 就说 哦 你们搞啊 你们弄啊 我不cure你们怎么搞 是我 我们小明 吓了一跳 偶像般的存在 真的 祝你33岁生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会几款 我那天好像就六七点才睡吧 就是很紧张很紧张 一直很紧张很紧张 然后这个情绪就一直延续到 每一天 因为我们就是明天要录音嘛 对 完蛋了 今天真的睡不少 今天真的睡不少了 干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跟他 就是这个想法 你怎么跟他共处的 就是你怎么平常在这个时候压抑他 那你半夜的时候 他会怎么出来 然后那你要怎么跟这个想法相处 他半夜就是会一直把我叫醒啊 这个想法 就是你知道干 时间到要睡了哦 然后你眼睛闭起来 就会 你的房刚响了吗 你要看小明 小明 是小明 你最爱的小明 然后我就会爬起来 然后拿手机的笔记本开始写 然后或者就是在听他们的 podcast 再继续再补一下看有没有东西漏掉的 然后就是各种看访问啊 看听他们的歌 就是要感受一下 用心施足 就我带明天 后悔明天来其实不是小明 是一个人留着小明的头 然后裤子穿很短 那这我们也是搞到你了 搞到了 绝对搞到了 那也很棒 六天直接爆掉 真的好棒 我说不出话 真的很棒 这个真的搞烂了 完美 我们要给小迪掌声鼓励 这真的要给一个掌声鼓励 完美完美 小迪导演 小迪真的是最了解你的人 真的是 他生日的时候你也讲过这样的话吗 谁生日的时候 实稿真的是最了解你的人 真的好弱掉欸 就怎么说你们的那个八点档 就是没有预测到你正确的反应 就是八点档 这完全就是你就是那样 但哇 他完美预测你跟小明的这个状态 而且那天他好行云流水 就很优雅欸 他还就是自己默默的摆好手机 然后我就是看到那个手机摆放的位置 我笑出来 我想说 是我不会发现吗 不会啦 但你完全没发现 我完全不会欸 你完全没发现 我就一压根 我不可能想到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他绝对是想不到这件事了 就是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这个我觉得是跟那个统拼性有点像 对 就是说 这东西要发生了 是真的发生的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还是什么 这个人就是活生生会到你面前 你要访谈他 这是真实发生的 但前提就是说 前面大家有一些事前准备 然后邀请到他 然后称真 小提真的很棒欸 他真的有让你有这个准备的过程 真的很棒 觉得需要 不然挫赛 我就一直跟他说 不然就挫赛就是我们两个 我跟你讲 对 如果当天才知道 一坐下来 然后录音 然后看到小明走进来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样啊 我全场会一直笑啊 我会很开心啊 你会疯掉吗 你会讲话吗 还是你就真的只是一直笑 我可能会一直微笑 我根本没啊 做准备 然后可能就看你们访谈 那可能你们会顺便访谈我这样子 我会变成一个被访的角色 请问你现在有什么心情 我现在超紧张的 所以我说不太出话 对 但我觉得给他个十几分钟 他就会回神了 因为他会很会演嘛 他会把他演完 就是说我一定要认真访 但感觉当下压力 应该是爆炸大这样 对 可能想不了这么多了 对 但说不定那样的一刀毙命 会比我现在这个六天的折磨 还来得好 那还好我们没有一刀毙命 我喜欢你这个准备 换我们两个折磨 我们两个会死掉 是真的 死的就是我们 哇 真的是完美落幕 很棒 就待明天了 太紧张了 太可怕了 我也好紧张 没事啊 你们都会表现得最好 所以我相信着你们两个 所以我 我就是 没事 天塌下来 还有你们两个 OK的啦 OK的啦 但我一直想到 因为其实小明 你就是一个超级亲民跟友善的人 所以我觉得 而且他就很好笑 所以我觉得当天一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所以就 我也告诉自己就比较想太多 反正就是麦克风拿来就开始聊吧 我好像有一个更深层的压力 你说 他不是来自于说我会怕这个人 因为我当然知道他很亲民 然后他一定很好 嗯 对 但你想要表现出最好的你是吗 不是表现我 不是 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最好的他 哦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 我们要让他很立体的呈现出来 所以我就一直纠结的点是 我该怎么让他 让大家理解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他 然后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影响我 然后让大家更知道小明这个角色 原来是这样 所以才会压力很大 完全正确 对 因为我觉得小明真的是一个好棒的人 所以如何让小明在一个节目 一个多小时 让大家知道他有多棒 我觉得真的需要准备 没事 可是我们过往的来宾 其实我们也都把大家 就是他们 变得很棒吗 对 就是 不是啦 他们本来就很棒 我们也是 就是立体的 把他的棒棒弄出来 对啊 棒棒都出来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 你们是擅长的 没事啦 就喜欢看你这样 真的太棒了 没事 他反正已经弄好了 我看到他就 哦 OK OK 真的很棒 四个面向 四个面向 真的四个面向 让小明变立体 从二D变三D 然后我们大家最后再祝一次 十高生日快乐 十准可能 虽然 感谢 感谢两位 我觉得 这太했酒了 急溃了 真的是 打急溃 有这样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这两个是combo 就是ague 虽然说你们第一场 我一直觉得 你们绕赛 但我也觉得这时东西 他还是有打打他的效果 先有多低 才知道有多高 ceremonies qui 就知道了 有時候要送到有些東西是他喜歡的 對對對對 要連續攻擊 有啊 時告說他很喜歡那蕾絲內褲啊 對 我就在目前只要是重要場合我都會穿 明天會穿嗎 回去洗 趕快洗一下 因為上禮拜的重要場合都把它穿掉了 三件嘛 明天很重要 穿一下穿一下 搞不好會聊到 也可能不會聊到 但沒關係 穿一下 好讚喔 很讚很讚 我本來很怕你們送我一種禮物 就是一個小擔心啦 有閃過 我很怕你們送我PS5跟2K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沒有那麼愛打電動 對 應該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他沒這麼愛打 對對對 好險你們了解我 因為我快想到說 如果你們想要送我東西 因為去年可能我的印象就是 我好像真的很喜歡打電動 但其實我是喜歡打電動 但我好像僅限於一些場合 就是抽離的那些場合 我沒有那麼愛打電動 先說了 對對對 明天送這個吧 哈哈哈哈 那他困擾一下 因為如果你們真的送了我 我會毛起來也要一直打 所以我可能不一定會開心 唉唷 不錯 很痛苦 唉 真是不錯 完美落幕 完美落幕啦 那再接下來就一樣 就期待明年一月囉 你看他現在笑不出來 他剛很囂張嗎 但是有蠻長時間可以休息的 你們你們等著了 那我要先去上個廁所 好的 好 我忘記了 有人尿尿沒沖 唉 是我 唉 我跟小迪 親密接觸了 哇 唉 小迪看到我尿尿了 哈哈哈哈 小迪看我尿尿 小迪如果尿大力一點 會反彈到 哇 真是尷尬 波塞東之吻 其實好像還好 因為尿就這個顏色 它沒有代表你的什麼 如果是大便可能也還好啦 幹 真的嗎 你可以接受你大便被小迪看到嗎 可以啊 幹 我大便可以被小弟弟看到嗎 好像可以 對啊 那大便不能被誰看到 你大便可以被老師看到嗎 可以 但他不會想看 不是 但他就是意外 像我剛那樣 我忘記沖水 我可以啊 他不行啊 就我不會怎麼樣 幹 我只是會被罵而已 但我心裡不會覺得 我現在小迪出來了 小迪看完我的尿尿 我跟小迪現在是不是更上一層 唉 可以了 你們兩個的關係 是看過尿尿的關係 我現在忘記沖水了 你有尿沖啦 但你沒有把那個壓到最底 所以 還有一點留在上面 原來是這樣 但很特別這個心情就是 要以平常我給小迪看完 我應該會覺得很尷尬還是什麼 可是就是因為小迪 就是小迪是小迪 所以小迪好像就可以 真的喔 你可以看我尿 OK 所以他可以看你尿尿 可以 OK OK 我每次我已經看好多人 你知道嗎 每次都有人一晃晃一泡在那邊 OK啦 OK啦 可以的 拜託你 拜託你看一下 拜託你看一下 好的 小迪這個來的其實 感覺天時地利人和 就是因為我們 禮拜二我生日 然後因為禮拜六 我們就要去看望福的演唱會 對 大概在前幾個月吧 我就幫你們買好票了 沒錯 我就告訴你們 一定要去參加 因為你們之前都沒去過 然後因為我算是每年參加的 然後因為我們剛好最近 就是會有密集的表演 所以我就覺得 感覺要去吸收一下 就是 人家天地驚慌 對 沒錯 去感受一下 吸專業的表演 對啊 然後還有他們怎麼處理 大家的快樂這件事情 對 所以在得知這件事 然後又想到 禮拜六你會生一個觀眾去看他 到下一個禮拜二 你要訪他 所以就那個層層堆疊 欸 你心情很複雜欸 對啊 所以我就不用睡覺了 對 很棒欸 因為看完表演 然後再可以見到小明 真的是 對啊 我就是安排的是 明明之中注定好的 對啊 就是蠻屌的 蠻剛好的 嗯 那你們首次去參加 望福演唱會 你們有什麼感覺嗎 我只能說 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好看的秀 對 因為它其實 大概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嘛 然後毫無人場欸 完全感覺到他們的 每一絲一毫的用心 從出場到結束 就是真的非常好看 沒有人場 我就是整場都覺得很好玩 而且我覺得他們 拿捏一個氣氛 拿捏得非常好 他們想要帶給大家歡樂 跟開心 然後想要 就像他們說 想要把自己榨乾 而帶給大家歡樂 就整場他們都表現得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之好 對 你可以看到說 當天有多少小朋友 就家長帶小朋友去 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兒童 小朋友都值得去看的表演 對 而且在過程中 其實小明也有講到說 他兒子每年的 就小朋友每年的生日 都在附近 他可能每年都沒辦法 好好的可能在當天 或怎麼樣幫他過 然後結果他那天 小朋友也有上台 然後有一些 很溫情歡樂的 我覺得很他們的風格欸 我覺得他們的獨特 是難以複製的 就跟他們得精英獎的時候 那個評審說的 他們的風格 是難以被複製的 是非常獨特的 我覺得別人做不到 他們這個點 就是這個表演 非常好看 混然天成 很棒 充電 而且我覺得 很特別的是說 就他們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樂團 他們的音樂底韻跟各種 非常扎實 很強很厲害 他們在台上 非常強 非常厲害 很專業 這麼棒的樂團 可是他們在台上 他們跟台下的人 好像是在一起的 你知道嗎 這很難做到欸 他們物理上跟能力上 都在台上 可是卻整場給你的感覺是 沒有 全部人是在一起的 對啊 真的是蠻厲害的 哇 講得很好欸 對 就有一種 你在下面玩也很好玩 然後就是 大家都好開心喔 狀態很棒 感覺被充電到了 真的很好玩欸 就看所有人 大家的反應啊 然後開心 就是是一個 還蠻純粹的一個狀態 很棒 那我也好奇 那你們看演唱會是 第一排派 還是中間派 還是往後派 我看這真的值得 值得一個探討欸 因為我永遠都是中間派的啊 我永遠欸 為什麼啊 就是 因為我永遠都 沒辦法當第一個 但因為我又不想當最後一個 所以我就是覺得在中間 努力往前面 我在中間看就好 然後因為有時候 我也不會求說 我一定要看到他還是什麼 但我就是 抱持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在中間 所以我是這一次 第一次體驗到 最後派別是什麼 喔 最後派 最後派好自由喔 欸 對吧 很chill欸 最後派 等一下可以 多參數這個最後派 那小滴呢 小滴 看演唱會 哇 無所謂派 就是前中後我都可以 我覺得前中後有不同玩法欸 都可以很享受在前面 就是在裡面啊 對 因為你在第一排的話 就一定 你就會一直很好仔細的 看他們每個人的表情跟深情 就會離他們很近 但其實如果在最後的話 我就也可以很享受音樂 跟那個view很好 你知道嗎 對 而且我就在後面 一直在那邊偷跳舞這樣 在那邊律動這樣 其實你在中間 你也可以在偷跳舞律動 對對對 就是都不一樣 所以小滴都可以 中間就可以跟別人連在一起 感受大家的歡樂 其實是欸 其實是 都有不一樣的玩法 對對對 那你呢 我算是就是要嘛 要最前面 要嘛要最後面 我很喜歡去Lexy看表演 就是因為他其實在最後面 我看 其實覺得很舒服 對因為他其實在最後面 你會剛好站在一個空台的位置 然後那邊的音場很不錯 再來就是說 因為很常 你在中間 可能會視野會被人家擋住 對 重視我其實蠻高的 但是如果我身邊 你只是蠻高的 對我其實蠻高的 但是有些跟別人去 他可能不一定這麼高 對我就很擔心 他看不到 所以我都會建議說 啊那如果我們 既然沒有要那麼早去排 排到最前面的話 那我們就是在後面一點沒關係 嗯 因為那反而你在後面 那個視野會得到一個一覽無遺啊 嗯 對 所以我算是後期都蠻喜歡 站在後面的 我覺得我是學習的 可是我覺得在後面等待人 有一種那種餘韻 自由自在的感覺 你會發現後面的人 好像都有一個樣子 對 大家都好像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晃來晃去 然後每個人狀態都很 所以其實 感覺很享受 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的話 我可能沒辦法 我還是會想要在中間 我沒有辦法 那麼有餘韻的在後面 沒辦法 因為你在中間 你其實身邊離大家更近 其實那個氛圍又會不太一樣 對 但是我蠻在意 我能不能清楚的看到 這些舞台上的人 所以我就只有1或0這樣 嗯 我一直學習的 好啦 所以感覺上就是到 到目前到今天為止 我們這樣子層層的疊加 然後就準備到明天 期末考了 你會不會就是 變成一台灰景啊 就是直到小明離開這邊 然後你可能就會變成 就是像那個 蚊香一樣 那個燒的那個灰 你現在就像蚊香 你已經燒一半了 是有可能的 你只剩下一半的蚊香就去燒 但希望就是在明天 好好地把它燒完 也好 哇 他當下一定會演啦 他就是會把自己 ㄍㄧㄧㄥ在那邊 欸我蠻期待你是什麼樣子的 欸我覺得我們現在看中 他各種各式各樣 史努比的樣子 史努比 很不錯欸 整個禮拜我都在聽這個史努比 打史努比 大家一直很想要打史努比 我們那個群組叫做打史努比 哈哈 靠腰我 我還放了一張史努比 在打棒球的照片 哈哈 我一直說 欸真的要這樣嗎 小笑說 打啦打啦 打史努比 不要想太多 欸 真是太棒了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那33歲有什麼感言嗎 對啊 33歲 欸欸 33歲的期許 欸欸欸欸 32歲 你先縱觀一下你32歲 你覺得怎麼樣 回顧 你有覺得 因為我記得我們31歲 應該也有問你說 你希望你32歲是怎樣嘛 那你現在你33歲 覺得你32歲怎麼樣 那你覺得你33歲要怎麼樣 嗯 喔 我那時候有什麼期許嗎 很快沒有期許吧 就是可能自由 不可能有期許吧 然後自由等等吧 我記得有幾集可能有講到 前幾天剛好洗澡倒是有想到一件事情 你說 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大家應該也會感受到 我們最近這10集聊了更多人的事情 然後好像很多事情會試著去挖更深 那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感覺是因為我們有一些餘運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好像你在這一年當中 我們有更多的人生的掌握跟時間的掌握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回憶我32 我會覺得 我感覺 今年我花了蠻多時間跟自己好好相處的 哇 對 但這個好好相處是有沒有真的相處的好 還不一定 對 但是好像你好像有一點比較多時間停下來 看看自己過去可能五六七八年 到底在忙什麼 哇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你可以看到你國小 哈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就出社會之後啦 剛好這三四年真的 花太多時間在工作 然後所以你就會覺得 好像要思考一下 每一個階段的選擇 這個選擇可能帶來怎麼樣的好的結果 跟不好的結果 我在今年 我就有好好的 有時間可以理解一下 嗯 對 哇那你33歲呢 你33歲 你希望你接下來這一整年要怎麼樣 就是有了這些好的理解之後 那我可能會得到一些結論嘛 那我可能就會想要把這些結論 不管是執行這些結論啊 或者是就是往我更想要的那個人生邁進 那就當然希望你新的一年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走這樣 哦 對啊 欸你在講的時候 其實好像我也就是 我幫你講嘛 對你在幫我講 你知道嗎 那手提你也說一下 你也說一下 那我換一個角度講 好你換一個角度 就是前幾年好像就是 我是一隻倉鼠 我在滾輪裡面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跑著跑著我會跌倒 但我還是在跑 那跑著跑著我越來越肥 就是我變一隻大倉鼠 但我還是在跑 你知道嗎 我一直在跑那滾輪 直到說可能今年開始跑得比較慢了 然後慢到說 有時候我可以停下來休息 有時候可以從籠子裡面 看看滾輪裡面的自己 或甚至有機會我可以逃脫籠子 我在看這一切 到底我是一隻倉鼠 那我要往哪跑 我想要吃什麼樣的食物 跟我想要過什麼樣的人生 原來是這樣啦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大倉鼠變成小倉鼠了 對對對 他現在變小倉鼠了 他沒在跑但他卻瘦了 哈哈 我也在跑啊 沒有 小倉鼠可以做別的運動 不記得要跑滾輪啊 小倉鼠去跳舞啊 去幹嘛啊 打球啊 所以本來是一直跑 但是一直邊胖 因為他是邊跑邊吃 像那個 比賽選手 然後可能要補給體力 但是他是 好可愛哦 每五公尺就吃一吃 我都吃那種勢力架 熱量最高的 哈哈哈 Sneakers 巧克力花生 蠻有同感的 我忘了要理解 他在說什麼 對 所以明年幫自己做一個更大的滾輪 對 很棒 不要有LED的 有什麼資格休息 你又好 哄哄哄哄哄哄 好起來 我想起來了啦 幹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32歲那一年 我不是說其實看到大家來 幫我慶生我很開心嗎 因為感覺那時候 其實是在一個 你人生的低谷 對 那天超糟糕的 對 那天說有多糟糕 就有多糟糕 對我知道 今年算是感覺這個喜悅 然後跟就是翻倍的快樂 一定是有的 我可以理解 你跟那時候對比 如果你那天生日跟前年 哇 差很多 好啦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大家敲碗許久的這個生日特輯 就到這樣告一段落了 繼續期待下一個人的生日啦 哇嗚 那這集是不是就叫史努比啊 不行上一集已經是史努比 這麼多史努比 史努比2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對 但是這一集至少我可以確定一件事 這集絕對不是100集 謝謝大家 對啊 不能啦 要跟小明結束 要跟小明啦 對對對 哇 所以小明會是100集喔 我覺得不管怎樣 我100集 心目中100集一定要放小明那一集 那對我來講意義太重大了 哇 一定要放小明那一集喔 對啊 要嘛就是我們在那一集 前面錄很多集 對 就是一直疊加嘛 就大家知道我們要防小明 但是一直沒聽到那一集 哦 因為你們大家會進入這個 99點X的回圈裡面 哦 這樣也OK 這樣也OK 對啊 但是大家就一起期待這個集數 可是小明真的很適合當100集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白集 對耶 對雖然我其實我前陣子有看到聽眾有在說啦 欸你們感覺好像已經錄了115集了 所以他贊助115塊 對 但是他認真在算 確實是這樣沒錯 不管啦不管啦 對 但是我們是在意這個儀式感的 我們的儀式上就是還沒有100集 OK 那我們就繼續跟大家99點XXX一起一起插下去 好的 那大家下禮拜見 好久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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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真的超級喜歡那首歌的 所以我現在想一下他的歌名 你是在講大人的那個 大人大種 大人大種 對對對 大人大種